這太誇張了 你看美國Amazon的股價是這樣子跌的 臉書Meta Google的Alphabet 微軟 全部價錢都趴在地上 放眼望去呢 最慘就是科技股 市場就開始傳說 網際網路泡沫2.0要來了 因為第三季的財報出來之後呢 其實表現沒那麼糟 所以科技股它跌成這樣 到底是為什麼呢 很多人呢 他就說科技股 就是對市場走向最敏感的嘛 所以他們這樣子表現 是不是就暗示整個市場什麼樣的訊號 那我自己的想法又是什麼呢 哈囉我是Bonnie 開始之前呢 我們先講兩件事 第一件事 現在美元很強勢對啊 搞得全世界呢 其他貨幣岌岌可危 去年這個時候 一萬日元可以換到88美金 現在一萬日元只能換68美金 歐元也是一樣的跌法 這對美國人很好 因為他們出國呢 可以用一樣的美金 換到更多的外國貨幣 爽爽的旅遊對吧 但是呢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 你對別人做的事情呢 有時候轉一轉回到你自己身上啊 為什麼呢 因為有30%的美國公司營收來自海外 那海外的貨幣很弱勢的時候 你收到同樣數量的海外貨幣 就只能換到比較少的美元對吧 所以呢 這也會影響到美國公司的收入 目前美國聯準會呢 還是繼續會讓美元保持強勢 所以這個狀況呢 還是會持續一段時間 再來喔美國標普500指數裡面呢 大概有25%的價值是科技股貢獻的 過去這10年裡面呢 科技股稱霸股市 我們很習慣這件事情嘛 所謂的Faing Facebook Apple Amazon Google 再加一個Microsoft 他們就佔了標普500 20%的市值 非常的驚人 好 10月底這些科技公司的財報出來了 我們再來看一次 亞馬遜這個股票的線圖 每看一次就有嚇一跳 亞馬遜第三季的財報出來之後呢 10月27號 每股盤後交易一口氣點了兩成 20%是什麼樣的概念呢 等於是他們兩到三年辛苦打拼出來的收益 一天就不見了 我就很好奇啦 亞馬遜你憑什麼去學加密貨幣的跌法 在我們開始討論 到底最近金融市場發生什麼事情之前呢 請大家幫我按一個 要一口氣跌掉兩三年拼出來的成績呢 一定是有什麼悲慘的事情發生嘛 但是你放眼望去喔 好像是沒有啊 而且他們的財報表現 只比外界預期的還要差一點點而已 外界預期1276億 他們做到1271億 這差了0.4%而已 那為什麼才差預期0.4% 就要跌掉20%的股價呢 是不是很不合理 好 因為投資人他們看的是未來 他們預期未來會變得不好 所以並不是說這個公司現在的財報亮出來很漂亮 股價就一定會漲 因為這財報是過去發生的事情 大家在乎的是未來會發生的事情 那未來會發生什麼呢 亞馬遜他們預計啦 未來的營收會變少 因為整體的經濟變得不好 大家消費變少了 臉書Meta的股價呢 也像是被壓扁 蒸發了7000億美金的市值 22兆多台幣 這個數字呢已經大到我不敢自己算了 有一個CNBC的財經主持人他叫做Jim 他曾經呢在之前幾個月訪問臉書執行長Mark Zuckerberg之後呢 跟大家觀眾朋友說沒有人可以阻止Mark Zuckerberg搶攻勢戰率 他說呢 He is unstoppable 然後呢鼓勵大家可以買Meta的股票 結果誰知道居然發生這樣的事情對不對 所以這個Jim在主持的時候還鄭重出來跟大家道歉 而且還差點哭出來啊 I made a mistake here I was wrong I apologize OK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Meta這一個季度扣掉成本的淨收入 減少了52% 另外你可以看到啊支出增加了19% 但是其實最讓人害怕的事情是 第一個Meta今年光是營運 就要花的錢實在太多了 850到870億美金 第二個呢Meta跟大家說呢 他們明年會花更多的錢 明年2023年預計會花960億到1010億 所以呢他們要傳達的就是明年我們會賺更少的錢 但是會花更多的錢 第三個原因就是臉書Facebook不是改名為Meta嗎 就是請整個企業的力量要壓住元宇宙對吧 好自從他們朝這個元宇宙的方向前進之後呢 他們已經虧損了6500億美金了 那最近不是很多人說 欸 Zuckerberg啊你花了這麼多錢搞元宇宙 結果成果居然這樣 很多人就開始失去信心了嘛 就連Meta的大股東也受不了 還公開發信給Zuckerberg 拜託你不要在元宇宙上面繼續燒錢 另外呢也有投資人擔心 Mark Zuckerberg這個元宇宙這部棋 是不是簡直是完全賭錯了 再加上大家在臉書上面投廣告的金額 已經連續兩季都下降了 當然了還有出現TikTok的競爭 不過呢最近傳出來 美國的官員在討論 禁止抖音TikTok的這個消息 那這讓Meta稍微又看到了一點希望 總之呢這些總抖原因加起來 投資人的股票都握不住了 就賣了 所以Meta的股價呢 已經跌到了2016年的位置 這大勢不妙 微軟他們表現呢比預期還要好 但是股價在當天還是跌掉了6.71% 不是很奇怪嗎 再來看一下這個從右到左 Analyst Prediction 就是分析師的預期 然後實際做到的Reported Value 再來這個結果是抽過預期 Beat 不如預期 Miss 或者是跟預期一樣 Match 那你看啊這結果就是超越超越一樣 結果很好對吧 營收呢就比去年同期還要高11% 但是他們跟其他科技公司預期一樣 未來營收會變少 然後支出會變多 相比之下呢這蘋果的股價就比較沒有被影響 蘋果撐住了 現在它的價值呢比Amazon Google跟Facebook加起來還要值錢 好我們看了幾個美國大的科技公司現在的狀況 幾乎每一家公司呢都在告訴我們說 經濟會變得更不好 再來很多科技公司他們收入來源就是這個網路廣告嘛 所以如果經濟變得不好 廠商就沒有那麼多錢下廣告對不對 科技公司在廣告部分的收入就會降低 再加上美元實在太強勢 這些公司海外收入換成美金是變少的 所以收入也會減少 手上的錢呢就變少了 所以就會開始想辦法要減少支出 這一種時候呢你就可以預期啦 大公司會開始裁員 果不其然這裡說呢經濟不好重創科技業 比如說這個做音樂的Podcast公司叫做SoundCloud 要裁掉全世界兩層的員工 臉書Meta Intel 微軟 Tesla Netflix Coinbase Robinhood 這些大科技公司呢全部都出現裁員潮 Elon Musk管理之下的Twitter呢 預計就要裁掉一半的員工 所以美國出現了八個月以來 最多人領這個失業補助的狀況 好那今年呢大家最常問的問題就是 經濟已經到底要反彈了嗎 我個人小小的淺見就是說 可能還要一陣子 當然啦今天討論的是美國科技業的狀況 那我比較想要知道的是呢 現在在看影片的你是在什麼國家或是什麼地方 那你們工作的領域又是什麼呢 比如說傳統產業啊 科技業啊 金融業 I don't know 留言跟我們分享一下 另外呢在你這個領域裡面 有沒有聽到周邊的誰被裁員或是減刑 留言大家聊一聊 我每一則都會看 也謝謝大家幫影片按讚 最近按讚說呢變得比以前多很多 好我們繼續努力 下一次見 拜拜 拜拜